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再见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虎包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昨天任正非来了一个 活下去 要把寒气传给每一个人 哎呦没想到没想到 理压华为的寒气也传得太快了吧 就在今天 股市全线暴跌 把股民们都跌懵圈了 心中一万头羊驼奔腾而过 哎呦 理压华为干脆就别做手机了 你华为就做空调吧 琢磨着肯定比董阿姨要做的要好 哎呦 今天坏消息非常多啊 一一箩筐啊 我们赶紧开始了啊 第一个消息来自于习家军 哎呦真出事了啊 习家军 林德时代 很坏 非常坏啊 今天公布业绩 非常好啊 公布了一个 非常好的业绩 好得不得了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输了 啊但是 没想到没想到啊 这个股民们火锅都准备好了 准备就就就就吃火锅了啊 一开盘啊 钱钱准备好了 这个准备加仓 干他一把 没想到没想到一开盘 不知道哪里来的 巨量的卖盘呢 不断的出售出售再出售 谁要林德时代我卖给他 哎呦 很多卖盘风涌而出啊这个林德时代高开之后快速跳水啊 这个收盘暴跌啊 百分之六啊 近百分之六 在这个林德时代的加持底下拖累底下 整个新能源板块大幅下跌 啊 跌是跌懵了啊 汽车类电器 设备 半导体 跌幅明显 新能源占比比较高的这个创业板子啊 一路走低 几乎啊 光头光脚大阴线啊 我们叫做 一开盘就往下跌啊 所以就光头嘛 不然他有上影线嘛 这个说起来就K线啊 这个是 光脚就是跌的最低一点啊 收盘 今天啊 8月20号 两市股指全线低开啊 第一轴啊 全线走低 这高开低走有的是啊 盘中大幅单边下行啊 一开盘就跌跌的没边啊 跌跌的收盘三啊 这个下午三点钟啊 户指跌近百分之二 深层指跌百分之三啊 创业板哎呦 大跌百分之四哦盘中 两市成交额连续七天啊 这个超过万亿啊 放量暴跌啊 无端有人抛售 哎就像这林德时代哎 我们等一下再详细分析分析啊 居然出来哎最最坏的就是这样出来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 然后哎一开盘就猛卖啊 小心了啊 啊 这个这个跌多少就不说了啊 半导体啊 消费电子集体重挫啊 国光电器跌田啊 北方划创啊跌近百分六文文泰科技啊跌近百分六 漫步者 割额股份啊 长电科技 斯维兰通福维电等跟店啊 消息面上 有个坏消息啊 苹果计划在iPhone14 首发两个月之后启动印度工厂的生产啊 所以这个就就没有你中国什么事了啊 所以就 什么割额股份啊 这个果链啊 我都说了 中国所有的牛股 都是美 国 哎老大哥给点汤里喝 你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哎 我这 你那个什么林德时代就 这个特斯拉给点订单你 你什么果链啊 歌声学啊 力训精灭不就是人家苹果给点订单你啊 你以为自己算跟虫 是吧 整个富士康啊 这么几十万人就业 哎不就是人家苹果给一部分订单你啊 哎 林德时代啊 说说一下啊 这个老板啊 曾玉权啊 缺席会议啊 股东会议这个 这个业绩说明会不参加 所以引起市场相当恐慌 拒绝参加会议本来大家都都想问他 哎呦为什么跌的这么厉害呀 怎么怎么回事啊 不参加 不沟通啊 这个不不说了啊 哎所以这里面啊 这个市场相当恐慌 报表很很好啊 你看收入暴增百分之一百五十六 哎利润增加百分之八十二 就就就这样啊 究竟谁在卖啊 股民们啊发现 啊 虽然表面利润很好 但是林德时代啊 这个动力电池的毛利率 从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三居然下跌到百分之十五啊 今天啊 这个重要的离电池能源个股也是随之大幅下挫比亚迪啊跌百分之二点九啊 一维里能大跌百分之六点九七阳光电源跌百分之四点七二 警惕 凡事出来这个大利好 没有坏消息 但是一个劲有人卖 你想想这是散户在卖吗 散户只会看那个收入利润啊 哎呀 收入利润都在大幅增长啊 股民们哎呀这个就可以啊 这股民肯定就不卖 那谁在卖了 究竟谁在卖肯定是先知先觉啊 哎 最可怕的就是 你看到满屏幕的都是好消息 但是 不断的有人在卖出啊 不断的股价在下跌啊 这种情况 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啊 除了这个林德 所以林德时代 就就不要提他了啊 反正 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大问题 啊 啊 我还还有很多坏消息啊 这个一个一个说啊 这个建发国际集团啊 这个地产 最近两天开始大面积的查处 地产公司的老板 所以今天就厦门纪委网站啊 就查了一个 建发集团的 党委委员啊 副总经理 呃 党委书记董事长 庄 月凯啊 涉嫌严重违法违纪啊 啊 然后 还有一个是 施 厦门建发集团 的施政 啊 涉严重违法违纪啊 反正这些建发国际集团 啊 开盘 大跌30%啊 猛跌啊 今天猛跌啊 建发物业也是一度大跌27%啊 都去全线暴跌啊 除了这个建发以外啊 呃 还有龙光 哎呦 大湾区啊 非常好的一个房地产啊 开发商 龙光集团啊 这个品质不错的 很多楼盘开发出来 啊 选的地段 还有开发的这个 这个品质 这箱子都都不错啊 都不错 哎 但是呢 看啊 预期四个月之后啊 8月24千亿 地产龙头龙光集团啊 终于公布了这个财务报表啊 所以迎来了付牌啊 财务报表也是不错 哎呦 你看你一个二个都是这个卵量啊 啊 收入哎呀 你看啊 同比增长百分十 利润啊 啊 也有99个亿啊 这个所以这个 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 哎呦 就这样的情况下 没想到没想到 肉市开盘暴跌 不知道哪里来的啊 卖盘啊 哪里来的 这个空头啊 拼命的卖出股份 你看两个公司都这样一个林的时代一个龙光地 地产 公布一个不错的报表啊 没想到这个股价猛跌啊 资金猛卖 嘿呀 太可怕了啊 这样的情况太可怕了 然后这个记者发现了公司对存货 具体减值损失是没有做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最近这股本来那个房价跌嘛 所以很多这个房地产公司应该来讲 他需要对 这个存货进行减值处理 就是你这个存货没有这么多了 你这存货以前值1万 现在只值9000了 你要对你的存货进行减少 然后就会算进这个亏损里面去啊 因为你以为你有一万块存货 其实没有一万块吗 只有9000块吗 对吧 你要算进去吗 但是他没算 所以这个股民们就发现了啊 其实他在操纵利润 明明你利润没有这么高啊 愣是把它做高 所以 发现这个开盘啊 这个就暴跌47% 我去啊 然后债务方面啊 公司债务总额上升 上升到2181个亿啊 这个债务在大幅增长 20% 截至2022年8月7号 公司仍然有无比美元债券 没有付利息和本金 本金余额16亿美元 原来这这这这都没没还钱呢 今年上半年啊 这个公司也公布啊 这个2021年虽然有增长 但2022年肯定亏损啊 预计亏损吧 5个亿到8个亿啊 原因是由于这个新冠疫情影响啊 这个工程全部没做啊 工程全部没做了 所以就没收入啊 然后这个行业持续低迷啊 销售同比下滑 啊部分毛利项目导致 转机 截转毛利率下降啊 输了半天反正就就这房地产行情不好 在同日另一则公告中啊 龙光集团称 集团在境内 资本市场已经完成了12笔公开市场债券的攒期工作 嘿 难怪了 没钱 有钱你做什么攒期呀 有钱你还钱呢 他他说他完成了12笔公开市场债券的攒期工作 做什么攒期 攒期就是延期吗 延期还款吗 我成功的打电话给银行 啊这个 给我这个信用卡延期还款啊 成功办你的延期还款 能当利好吗 不能当利好 你办什么延期还款 你办延期还款 证明你没钱 你有钱你直接还钱啊 不要办延期还款 啊 所以就 另外龙光集团表示啊公司也就一笔境外贷款签署了 攒期协定 哎呀都在攒期啊 都在都在拖啊 其实就没钱啊 资金紧张啊 还有五笔美元债券全全部没给啊 这个一笔又一笔啊 这个55.75%的一个优先利率债券 这个5%6%很高啊 现在不不得了了啊 所以公司将考虑暂停支付其他境外美元债券 啊 由于未能支付有关优先票据的利利息啊 可能导致被要求 加速还款 哎呦 我去啊 所以这个 也是要爆雷啊 龙光其实也是要爆雷 说说半天还是爆雷啊 除了这个龙光爆雷以外啊 啊 这个新能源汽车啊 你看新能源汽车也爆雷 啊 出来一个什么 嘿 我都说了啊 他赶紧赶紧倒闭赶紧 的一家公司啊 小鹏汽车 小鹏汽车啊 股价接近历史新低 啊 会琢磨的啊 今天晚上一开盘 创历史新低 哈哈哈 啊 这个小鹏汽车啊 公布了二季度财务报表啊 啊 之后啊 然后呢 又被曝光啊 曝光什么呢 呃 小鹏汽车 无法申请 上海绿牌 的词条啊 呃 冲上了这个微博 热搜啊 啊 这个看来这个竞争对手要搞他了啊 这个他肯定就不想上 但是 现在都不好过 理想汽车也不好过 未来也不好过啊 肯定要搞他 呃 没有办法申请绿牌这个事情相当诡异 一出来啊 所以这个小鹏汽车啊 在 呃 报表也是亏损啊 这个钱也亏了 所以开盘暴跌 开盘暴跌 啊 可见 这真的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原来根基就在于 牌照 原来能 能上牌 其他不能上牌 所以也大家才买这个新能源汽车 原来就这么回事啊 这个小鹏汽车由于这个 有网友表示啊 买了小鹏汽车之后 在上海市 在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申请时 哎 办理状态显示审核 不通过 嘿 你所买的小鹏汽车不能上牌 哎呦 怎么回事 把这个网友吓得够呛啊 不能上牌我买这个这个吊车干吊啊 啊 原因大概率是违反了上海新能源办的政策 哎从7月份开始 停止了小鹏汽车的P7和P5车型的 新能源 就上牌反正就不不给上牌啊 要对此小鹏汽车客服向媒体回应称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你在干嘛呢 我就不明白这小鹏汽车在干嘛 有一段时间呢 是这个相关材料没有及时提交 啊 据了解 此事件是由于上海服务中心搬迁 相关信息没有及时上传系统 所以导致部分客户这个审核失败 现在已经全面恢复 哎呀 我就觉得相当奇怪 相当奇怪 你这个小鹏汽车怎么就你出问题呢 哎呀 什么上海服务中心搬迁 那人家未来怎么就没出问题 你这个工作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啊 所以这这还是显得非常诡异啊 所以今天几个公司 我们都看出来 现在情况相当诡异 现在情况不可描述啊 啊 未来不可预测相当奇怪 是吧 你这个一方面啊 这个公布出来业绩哦 好像都很好啊 但是不断的这个这个下跌啊 有人在卖出 啊 一时之半会呢 那这个你这个小鹏汽车又说不能上牌 啊 这背后究竟是肯 可能是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有很多问题 啊 但只是还没暴露出来 看来里面问题很大啊 没有那么简单呢 按你来讲 你你你你说这个没有及时上传 那个这 你你去告告死那上海服务中心去 如果这样 那你如果小鹏汽车什么工作都做到位了 哎呀 你你这个由于上海服务中心没给你及时上牌 我去 那你这小鹏汽车 你你你去告了这个上海服务中心啊 啊 这这这些什么车主啊 我买了个车啊 一两个月不给我上牌 我不能开 我明明就有车 但是不能开 哎呦 这这你你不把这个这个车主急急的啊 跳来跳去 还是说他这个他这个车的交付有问题 特意的把这个上牌拖延 其实是没有办法及时交付 啊 就你按你来讲 你你肯定这个工作 说你肯定是做到位的吗 对不对 人家未来要这个理想都做到位 怎么你叫小鹏 那这个这工作就会做成这个样子呢 是不是特意拖延交付呢 嘿 在里面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啊 感觉这个小鹏汽车 啊 啊小鹏汽车发布这个二季度财务报表里面啊 说营收啊 营收其实没有意义啊 营收74.36亿元啊 同比增长97.7% 后 增长一倍 增长一倍啊 啊 但是亏损啊 亏损很厉害啊 亏27.09个亿元 相比去年啊 亏损11.95个亿元扩大了一倍 亏损扩大一倍啊 我去 大幅亏损啊 还比一季度啊 大幅增加啊 这个亏损大幅增加 小鹏汽车表示啊 近亏损当中有9.38亿元来源于汇兑损失 汇兑损失 怎么会有大量的这个汇兑的这个动作呢 这个小鹏汽车 因为都是内销啊 本来都是内销 这个汇兑损失主要来源于什么地方 还有他他去炒汇去了 这这个公司还是准备了大量的美金 美金是升值啊 你怎么怎么怎么会损失美金升值 然后 然后我去 这汇兑是怎么个损失吧 怎么怎么损失的 说不清楚 我感觉这这这小鹏说不清楚啊 里面 所以这这个最近看到一个理想啊 一个小鹏都是这样 所以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看来背后就出现大问题啊 包括最近这个李克强也是到处考察新能源汽车啊 给给他续了一个啊 继续的就退税还是怎么回事啊 这优惠 嗯 还是免税啊 这背后感觉总总是有很多问题啊 然后房地产啊 今天说了 还有啊 也是供电池电池的啊 这个临着时代看来是利好出镜啊 啊 现在是 呃都是利空了啊 剩下都是利空了啊 利空一大堆啊 所以情况相当不妙啊 大家揉着点 哎 先说到这里觉得有点意思点赞点分享 拜拜 拜拜